我當下以為我眼睛刮掉了 是不是有可能也拿到什麼快膽的 我說不是欸 他真的是夜運棒欸 那不是真的有點震撼到我 真的 有啊 而且我們玩中間還有吵架什麼的 我都覺得很... 很八點檔地步 很八點檔嗎 很八點檔 吵到我就覺得 放棄 當個單親媽媽也很帥什麼的 所以我在我印象中 他是一個很硬的人 因為他那時候反而就說 哦 他是醜眼 然後他自己喝醉了 他說其實我不敢跟你講說 我是在哭的 其實真的聽到猛猛心跳說 就是有哭 有一個像林志玲的天才出現 然後他跟你老公講說 你現在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你覺得你們會讓他 你老公去嗎 要是我的話我會喔 他是我老公的天菜欸 那就等於是說 我就算現在把他人留下來 叫他硬不跟我離婚 他的心還是在那個人的身上啊 兩個月前在綜藝節目 侃侃而談 育膚之術的果凍姐姐楊晨熙 吳玉錦投下雙洗炸彈 公佈受驚也受驚 懷上了籠子呢 我的生日 對 的隔天發現的 我的生日今年又是 包船 然後去大道城看煙火 MCO剛好是那天要來 我就一直覺得是我的念力 所以 讓那一天沒有 那天沒有來 那隔天就應該要來 然後我還去買了 剛好兩包大衛生棉 然後就回我家 然後放到櫃子裡面的時候 我就 欸 怎麼就好像有滑出一個 那個驗運棒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是通買的 我已經 完全不記得有這樣東西 然後就想說 會不會放到過期還是什麼 就想說好玩來驗一下 不過我當下以為我 我眼睛刮掉了 就可能也拿到什麼快篩的 我說不是欸 它真的是驗運棒欸 那姿勢真的有點震撼到我 楊晨熙曾長達9年 琴簽歌手大飛2021年無疾而終 2022年5月被拍到 和建商小開邱先生過從生命 但從不承認 如今結婚懷孕了 前任大飛透過經紀人回應 焦點標在我身上啦 恭喜他們 楊晨熙也總算鬆口說 過去隱瞞的原因 我們真的沒有一個 我們現在就是 男女朋友什麼 也沒有這樣 因為他真的也有 其他的女朋友什麼 但是我們真的是朋友 有啊 而且我們玩中間 還有吵架什麼的 我都覺得很 很八點檔 很八點檔嗎 很八點檔啊 吵到我就覺得 放棄 當個單親媽媽也很帥什麼的 我就是只管讓我自己開心 就好 我不要拿這些東西糾結 然後自己過不去 然後在那邊生氣 那你老公有正式跟你求婚過嗎 之前 他喔 沒有耶 蛤 也沒有 他就跟我講了一個 我根本不覺得有任何意義的 很普通 然後就是 沒有 我真的很普通 就是他可能 他的那個證人朋友可能休假 上班休假的時候 比較空閒的時候啊 那你不要講話 因為這個 現在我家很多的密碼都是社群那個 在我印象中他是一個很陰的人 因為他那時候反而就說 喔 他要去抽眼 然後他自己喝醉了 他說其實我不敢跟你講說 我是在哭 其實真的聽到寶寶心跳說 就是有哭 三立娛樂新聞祝福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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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